希望跟台灣分享我們防疫的經驗 因為台灣沒有進入WHO 但是台灣接近大陸這麼近 我們的個案這麼少 一定有它可以分享的地方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這個機會 把我們的經驗無私的分享 讓美國他們可以互相精進一起學習 這兩個小時左右的對談當中 美方有沒有對我們一些 哪一些防疫措施 他們覺得我們怎麼想這麼多 或者是這麼先進之類的 哪一些措施可以簡單提一下 就是這邊的一些措施部分 讓他們很驚訝的防疫的部分 可能就是國家應變的機制非常的快速 然後決策非常的清楚 而且國人幾乎是同心 那所以我想這是他們最覺得可以學習的地方 因為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想法跟立場 但是怎麼樣抗疫其實是不分彼此 那我們應該要用團隊的力量共同來努力克服這場疫情 我們高雄的AIT的女士長曾經在過年的時候到醫院來的時候 他們後來到總統武器的時候 有跟上面的總統跟秘事長報告 我們高醫在這一塊做得相當嚴謹 以他一個美國人的一個角度相當的戰神 說這樣才是真正的防疫 那當然到目前為止 我們是認為這個防疫在醫院裡面 最重要的是要避免院內的感染 所以這一塊我們目前還在一直在 每一次的話我們都一直在回應 要怎麼去改變去怎麼做 所以這個的話 實際上他們有一些的問題也是對這個相當做 我們真的確切是做得 相當相當院內的感染 相當做得一個甚至 但大家也知道這樣的一個病人 很多是無症狀的傳染 這是我們更應該小心